然后我和大家看的是关于粤语的一些有避讳的一些词 这个呢就我刚才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叫猪润 可能大家一直在等着这个题目 为什么我们叫猪润 为什么我们叫猪肝 那么润和肝 为什么是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呢 现在我们要跟大家说呢 就是我们古代人可能会避某些字 尤其是有些古代人呢 他们有名字 他们要取一个字 比如呢 这个韩裕 自退之 他们很多情况有两个情况 一个呢是这个名和字呢 刚好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意思 另一个有可能是呢 就是这两个呢是互相配的 比如这个周瑜自宫颈 他们是互相配的 这种呢 其实有些情况呢 就是古人很怕啊 这些孩子啊 出生之后呢 会会有问题 会出问题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起这些名字呢 都会用些比如像丑 我们知道三国时期 有一位啊 这个袁绍麾下猛将 叫文丑 那么这些丑 我们似乎不会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诞生了 我们诞下一个男孩 然后我们跟他说啊 我叫你做这个黄丑 这个似乎有点不太合理 但在古代来说呢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因此呢 一二三这些用词呢 也是非常常用在性质上啊 以及或者是呢 这个名字上啊 主要是名字上 那么呢 用的意义呢 也是一样的 那么同样的情况呢 这种避讳的这种情况呢 在阅语之中呢 也出现的 这种出现在什么位置啊 就是在某些的音 我们读音上 我们读音上 比如说我们文中 我们所看的这个 猪润 猪润 其实代表这个猪肝 但是呢 如果我们用广东话 去读猪肝 还猪肝 这个肝啊 这个肝 其实也 普通话也是嘛 这个肝呢 跟这个肝呢 是通音的 是同音的 有呢 这个雄苦的意思 因为肝呢 这等于是你肝憋了 你什么都没了 有雄苦的意思 因此我们就 粤语的 当时的那种环境之中呢 就觉得不行 这个有点 好像有点 我们要避讳这种东西 因此呢 我们就用这个润啊 去代替了 那么这个润呢 同音呢 是这个润 对吧 这个润 那么这个润是什么呢 有加肥污润的这个意思 那么加肥污润 忽然这个润呢 代表是这个水冲进田 那么这代表呢 一下子这个从干 干憋了 突然水一冲过来 似乎就一切都好了 有点像一个 一个海绵 它已经被我们掐的 快不行了啊 然后突然有水冲过来 它就冲气了 这种的一种搭配法 就是我所说的 这个避讳之的时候呢 我们说的这个肝和润 它们之间的一个互配的 一个原因 更多例子 比如说 这个蛇啊 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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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如果说 赔钱了 粤语是 亏钱了 赔钱了 那么因此呢 这个 不行 因为呢 这个 这个 跟这个 赔啊 这个 亏了 这一对 音呢 相近了 我们得改变 我们得改变成什么 那么既然这个 是跟赔了有关 那我们想要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的是利润 对吧 我们想要的是利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用利了 我们就用利了 那么其实是不是跟这个情况一样 我们所选的词呢 一般都跟它 刚好相对的 变成一个吉祥词 同样呢 这个朱虹啊 这个朱虹的情况不太一样 因为这个是 朱雪 这个雪呢 见雪 不安 因此呢 香港 或者是 这个广东这边的人呢 对于雪呢 还是很忌讳的 因此呢 他们就觉得 我们不要说它的这个具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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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本质了 我们不要说这是 朱的雪 我们说呢 这是朱的红 我们拿颜色来代替 或者是这个 通圣 这个 通圣 我们叫这个 普通话之中是通书 也就是 一种类似于百科全书的 一种比较偏门的 一种百科全书的类型 那么这个 书呢 大家也知道 那这个普通话之中也是一样的 同音呢 是跟这个 输赢的书有关 那么因此呢 我们这个 虚 这个 输了 那么我们就要用一个 赢 这个圣来去代替 变成了通圣 因此我们如果拿了一本 通圣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的通书 或者是这空房子 这个 空呢 在 粤语之中呢 是空 它跟呢 那个胸罩的胸 那个 就是不吉利的东西 那个胸 那个吉胸的胸 是同音的 那么因此呢 我们又要避讳 我们要避讳完之后 我们又要找到 对面的那个词 相对对立的那词 那就是 胸吉 胸吉嘛 那就是吉 我们就用了 来表示空的房子 那么这是一个 少数部分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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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共啊 虽然总共避讳的词啊 也不多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举的 只是少数的几个例子 来给大家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也是 粤语很有意思的 一个地方啊 粤语有两种 很有意思的 一个是这种 一个就是 我刚刚所说的 这个形容词 比如说 他妈妈 非常大 这些我觉得是非常形象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这个港海 就是当然的意思 粤语之中呢 这个港海 什么什么什么 拉 相当于普通话之中的 当然什么什么 拉 港海最新鲜的拉 就是 当然是最新鲜的 你没送 他做的 港海好吃了 这道菜呢 他弄的 那肯定好吃啊 我肯定有打电话给他啦 我呢 当然有打电话给他啦 这个意思 我肯定知道 这样做不好 但是我真是 没其他办法 如果 这道菜呢 我们看见这个 港海 我当然知道 这样做是不好的 但是呢 我真的是 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如果 现在 不 告诉他 知道 等他呢 自己找出来了 到时呢 我就死定了 港海 我们再看这个数量词 加松低 这种状况 比如说 这个松低呢 表示数量上的稍微超过一点点 这个意思 现在呢 七点多 也把门松低 这件衣服呢 好便宜啊 大概一百多块吧 但是 我们之前有说过 这个零的时候 我们有说这个 不同读音的读法 对不对 我们在说不同读法的时候呢 有说到一个就是 啊 两啊 八两万啊 这个两 然后比较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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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零呢 我们要明白 跟这个松低 我们毕竟比较呢 它的数量上呢 其实要超越 很多很多 比如说 八两万 是百多块 如果我们说 一百万松低 就是一百多块 八两万呢 可能是一百五十 一百二十 那么呢 数量上比较大 比较距离范围大 一个 七点 两钟 就是七点多钟 差不多呢 就是如果说 七点 松低 就是大概是 七点上下 可能是七点 七点过一点点 这样一点点 但是呢 七点两钟 就是 已经可能 七点二十多 七点三十了 这样的一种情况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回到我们的 这一个 最后一课的 这个课文 我带大家呢 看的是这个 买菜的 这个章节 希望呢 大家仍然跟着我 一起呢 进行 朗读 我先读一遍慢 就会变快了 这个好不好 这个好不好 不好 肥腾腾 要够瘦点的 不好不好 肥腾腾 要够瘦点的 这个了 多了 多了 多了点 23元 23元 这个了 多了 23元 23元 你们的猪腾 新不新鲜 你们的猪肝新不新鲜 当然新鲜 你自己看 当然新鲜 你自己看 又是离半斤 多点无所谓 又是离半斤 多点无所谓 煮几个煲汤骨 煮几个煲汤骨 搭够一百元 搭够一百元 得就这几个了 得就这几个了 那些提子怎么卖啊 那些提子怎么卖啊 十八元一磅 十八元一磅 甜不甜的 甜不甜的 这只酸酸的 好好吃的 这只酸酸的 好好吃的 帮我看一下 这抽几重 帮我看一下 这抽几重 一磅松点 二十元给你啦 一磅松点 二十元给你啦 我们两个 他买送 我煮饭 我们两个 他买送 我煮饭 妈咪 做送 好手势 是我们的偶像 妈咪 做送 好手势 是我们的偶像 男人 不识 做翻两尾 好难找老婆 男人不识 做翻两尾 好难找老婆 女人 首先要 识 煮 凉 汤 女人首先 要识 煮 凉 汤 识 买 送 的人 去 街 市 不识 的 去 超市 识 买 送 的人 去 街 市 不识 的 去 超市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 关于买菜这个单元的 全部内容 我们下午茶 最后来 下午茶 有事 有事 因为 我们下午茶 有事 一个 不知道